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关键点是 在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联邦层面不会收缴你的枪支 也不会施加一些特别的持枪限制 州的层面都大不一样 有的州收紧 有的州放松 以我们宾州为例 在进入紧急状态后 法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以前不需要持枪证就可以公开携枪 持枪证只是适用于隐藏携枪的场合 现在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不论是公开携枪还是隐藏携枪 你都必须要有持枪证才可以 比如 现在没有持枪证的人去拔场 也需要当心是否会犯法吧 可见 宾州是一个紧急状态下 法律收紧的例子 紧急状态下法律放松的例子 有索罗里达州 索州在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即便你没有持枪证 在强制撤退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你可以不需要持枪证的隐藏携枪 长达48小时 可见 这里的法律放松了 你需要注意你所在州的法律 这里面的差异性很大 除此之外 地方的法规更是 鱼龙混杂或混水摸鱼之邪 以宾州首府哈里斯堡为例 在进入了紧急状态之后 哈里斯堡市赋予了自己 便宜刑事的权利 可以不鸟 联邦和州的法律 直接对合法的枪支交易做出限制 并在你有持枪证的情况下 禁止你携枪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了 Illinois州的香槟市 该市已经在昨天率先引用了 紧急权力法 禁止了所有的枪支交易 总结一下 在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联邦层面的法律 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州和地方层面上的法律变化 则需要你特别注意 好了 下一期是美华的枪支入门系列课程 第18讲的内容 我们将介绍技术层面的双动枪射击技巧 和身体层面的双动枪射击技巧 一方面 技术层面的内容 包括如何使用弹道表格 进行弹道计算 对设计任务提前进行分析的方法 和对设计任务现场进行分析的方法 对设计任务的提前分析 又包括了如何获取并分析地形图 和如何使用各种辅助表格 对设计任务的现场分析 又包括了对参考位点的测距 和绘制range card 另一方面 身体层面的内容包括 如何使用背、描、扣、追 和四个要点进行有效的射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